佔領行動進入第23日 是的 集會人士仍然佔據金鐘下角度 和磅角彌敦道一帶的情況大致平靜 先看看金鐘下角度的情況 集會人數比早上多了一些氣氛平靜 有集會人士在搭建的桌上工作或溫習 而磅角方面 磅角匯豐銀行對出的一段彌敦道 仍然有大批集會人士留守 間中有支持和反對佔領的人士發生口角 但很快就被在場的人士調停 現場有警員駐守 防止集會人士再次衝出十字路口 而車只可以由瓦街老街 又轉入彌敦道北行 而我們的同事金凌彤和陳婉庸 分別在金鐘和磅角 先和金凌彤談談 你那邊的情況平靜嗎 是呀 劉詠文 經過了一個週末 不少星期六日 都有來到集會現場支援學生的市民 今日如常要上班上學 所以見到整天的集會人數明顯減少了 不過可以看到在下角度的馬路上 仍然都搭建了很多帳篷在這裏 有不少集會人士仍然在這裏留守住 現在剛才是下班的繁忙時間 可以見到越來越多的市民都趁著下班的時間 趕到集會這裏支持學生 準備參加今晚的集會 其實整個佔領行動已經持續了超過三個星期 而明晚學聯和政府的官員 就會就這個政改的問題展開對話 剛才都和不少集會人士談過 他們認為今晚都比較關鍵的一晚 因為根據過往的經驗 其實雙方每次在籌備 又或者是差不多展開對話的時候 警方都會採取一些行動去驅散示威人士 令到對話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都希望今晚無論是警方也好 又或者集會人士也好 希望他們可以盡量保持克制 不要有任何風吹草動 發生一些衝擊又或者清場的行動 而我們另一位同事陳婉勇一直都在旺角 陳婉勇 旺角過去兩晚的凌晨時份 都是氣氛比較緊張的 現在就差不多入夜了 那邊的情況如何 寧同 旺角這裏 下午的集會人數是多了一些 亦是撞正下班的時間 多了途人來到旺角這裏 不過秩序大致良好 其實我們經常在這裏 這裏的氣氛總算平靜 只是多了一些反對集會人士來到這裏 就和集會人士專有些口角或對馬 不過很快就被警員調停 沒有發生大衝突 說回有的士協界和小巴協界 就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他們也有的士團隊來到這裏 旺角現場抗議 他們在北門的集會人士 佔據道路阻塞交通 詳情有李文欣報道 抖發門 抖發警 下午大約20名的士司機 從業員總會成員到 雅加路街佔領現場抗議 豐滿集會人士霸佔道路 雙方一度對馬 抖發警 國表律師又即長宣讀申請禁制令的內容 禁制令是由兩名的士司機 分別代表香港計程車會 和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入稟申請 禁制令人士佔據雅加路街 和燈打市街之間的尼敦道 用帳篷或路障等阻礙車輛通行 和干擾警察拆除障礙物 有的士司機代表 雅加路街被堵塞影響生計 雅加路街 太子道和窩打窩道 這三條是旺角區的大動物 如果雅加路街封了 其他的道路會非常濕濕 還有一件很難解決的 就是我們要向乘客解釋 我們要兜路 我們是很不想兜路的 而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 亦申請禁制令 禁止集會人士在通塞街 和波蘭街之間的 雅加路街西行線 阻礙車輛行駛 亦要求清理路邊的障礙物 禁止再堵塞 代表律師說 希望循法律途徑 爭取公眾使用道路的權益 在這二十多天 無論是小巴司機、車主 以及他們管理公司的生計 受到嚴重嚴重影響之外 我們的當事人亦都希望 留他使用道路的權益 但亦都希望港大的市民 能夠合法和平地表達訴求 另外再有食股和超級市場負責人 入品小額前債審財署 向佔中發起人索償佔領行動 帶來的生意損失 亞洲電視記者李文欣報道 其實現在集會人士 聚集在彌敦道 匯豐銀行對開的位置 部分人坐在馬路 現場也隔離了多個帳篷 有些示威人士在休息 但其實昨晚在同一個地方 這裡的氣氛就緊張得多了 大批集會人士在昨晚深夜 就來到這裡和警員對視 警方昨晚多次呼籲 家長不要帶小孩來到旺角集會現場 也有立法會議員親自來到旺角佔領區域 呼籲示威者要冷靜克制 不要衝擊警方防線 詳請有何用心 凌晨時分 旺角艾佳路街和彌敦道交界 繼續有大批集會人士留守 大部份人都戴上安全帽和口罩 亦都有人以軟戰和膠樽來護手 防範警方採取行動 而警方就捉成多重人牆 之後又戴上頭盔惹來一片噴聲 雙方對視氣氛一度緊張 有集會人士呼籲其他人保持冷靜 不過隨即被人反對 警方的顯實由家長帶小童到旺角參與非法集結 呼籲家長立即帶走小童 這也是極不負責任的危險行為 警方的顯實由家長帶小童到旺角參與非法集結 我們呼籲如果有人帶小童到非法佔領區 因為會有機會在突發的情況下 小童是受到傷害的 其間有泛民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和毛孟靜到場 呼籲示威者保持克制 我們很擔心在對話之前 又有再度的進一步衝突 這些衝突將會令對話會蒙上陰影 亦都可能影響了整個對話的進行或發生 所以我們這幾天 是不想再有任何進一步的衝突 又在佔領區最前排的市民說 會堅決留守支持 保持著這個佔領地 就是給學聯的學生一個支持 去跟政府對等開會 我不願意 政府就想清掉我們這個場去欺負這些學生 不少旺角的樓梯人士都擔心 警方隨時有行動 整晚都不敢睡著 他們希望政府釋出善意 不要清場 亞洲電視記者何榮生報導 說回禁制令的問題 我們跟一些在場的集會人士談過 他們的意見都不一 有些人說如果法庭真的頒了禁制令 不讓他們繼續留守在這裏 他們就會離開旺角轉去金鐘集會 不過亦有人不會理會禁制令 因為他們認為這次佔據道路 本身是一種公民抗命 本身已經是違法的 他們希望政府正面回應他們的訴求 他們才會離開 至於說回警方的部署方面 現在仍然有幾十個警員 聚集在尼登道和亞加路街一帶戒備 現場亦有幾十個警車在場戒備 不過我們整個早上和下午 都看不到警方有大力增援 或者多了警員在附近 而他們的防暴裝備亦放在地上 頭盔和盾牌都放在地上 未見過他們戴上 相信晚上集會人士會多 我們會繼續在旺角跟著最新情況 先將時間交給新聞報